绝世强龙第2353章 不能逃 其等贤不是渣男 更不是海王 他只是太过深情了而已 渣男往往都只把自己的钱给女孩子看 而不给女孩子花 但其大主教却是愿意为此而掏空腰包的 再说了 谁但凡有事 他哪次不是亲力亲为且全力出手 也正是因为这点 方能让三人坐在一块 也只是冷脸 而非吵架 三人面上的表情几乎一致 但内心活动却是频繁而且复杂的 其等贤咳嗽了一声 在赵思青来之前 还是要想办法打破僵局的 今天的大好局面 都是大家通力合作 互帮互助才能取得的 离开了任何一人 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我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 在胜负未曾彻底揭晓之前 还请继续努力同心 唯有同仇敌忾 我们方笑到最后 完成这个远大的理想 由于不知道说什么话题 所以 其等贤也只能将此事重提一番 冠冕堂皇 李云婉评价道 毫无诚意 杨冠冠冷淡道 死皮赖脸 向东勤冷笑道 一人也就四个字 直接给其等贤 差点整破房了 瞬间尬得抠脚 应付两个就已是极限了 三个是真没惊讶 不过 好在是赵思青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来得够快 也够及时 推门就走了进来 三人看到赵思青之后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来 纷纷问好 其等贤说到老妈 我这边想起来 还有点重要的事情 就先走一步了 说完这话后 其等贤站起身来 根本不给别人反应的时间 直接溜之大吉 到了公司楼下 便看到坐在花坛边抽烟的奇步语 以及捧着一杯奶茶在喝的赵红泥 喝奶茶的当然是赵红泥 不可能是赵红秀 后者这个人格 并不喜欢甜甜腻腻的东西 你们从米国回来了 为什么不先给我打个招呼 让我毫无准备 其等贤怒视其不语 大声说道 其不语狠狠抽了一口烟 喷吐出浓浓的烟雾来 鼻子里喷出一道冷哼 他刚一回来 就被赵思青抓住 然后一顿威逼 不得不掏出了自己私藏的一部分私房钱 这告密者 显然只能是其等贤 哈哈 一天天就见你吹牛皮 今天牛不起来了 赵红泥幸灾乐祸地问道 他不用猜想 都知道 那是一个怎样让人窒息的画面了 你再笑 指定没你好果子吃哦 其等贤伸手指点了一下赵红泥 气愤不已地说道 赵红泥却是傲娇的一笑 根本不把这点威胁放在眼里 其不已把烟头掐灭 然后随手一丢 直接扔进了五米开外的垃圾桶里去 其等贤走过去 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吐出一口尝起来 这一天 总算是要到了 与赵家之间的恩怨 终于要结束了 赵红泥忽然道 你有没有把握赢 其等贤道我无敌 他随意 赵红泥道你若输了 我与姑父联手 是不是他的对手 其等贤道 你不行 换赵红袖来 能给他打出使 金刚不坏 只是强在精神上 两个打破虚空联手 怎么也能把人给打死了 不过 人家也不是傻子 可以跑的 其不已若有所思的 上下打量了七等贤两眼 赵红泥也是不由沉吟了起来 二打一能赢 但要保证人不跑 七等贤说道 其不已点了点头 然后比划了起来 所以 你不要跑 小江给我发信息了 说是想到魔都来探望 你要是跑了 那我就让他立刻坐飞机过来 这让其等贤愣住 好家伙 魔都都乱成一锅粥了 再来个话劳高妹 那不得翻了天去 要知道 他可是为了高妹 在电视直播的公众场合上 搞过事情的 像东勤等人对此 肯定是醋意无穷 真要线下见面 多半是要撕起来了 对 你最好不要跑 否则的话 我也可以去掺和一下 赵红泥放下了奶茶 捏了捏自己的拳头 其等贤不由惊恐 到你们要干什么 赵红泥的人格 已于放下奶茶的那一刻切换了 而其不语 也是站起了身来 两股可怕的气场 将其等闲锁定 其不语 也不用赵红秀招呼 抬手就是炮拳开路 显然 今天是准备痛揍坑爹的不孝子了 而赵红秀 在其不语动手之后 也跟着出手了 下手很重 没有半点留情 卧槽 不讲武德 其等贤大叫 但他是真不敢跑 免得事态进一步闹大 自己真的 死无葬身之地 大家天各一方 尚且能够和平相处 但要聚到一块来了 真的就玩独子脸 其等贤是很厉害 但双拳难敌四手 其不语和赵红秀 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神级高手 两人联手起来 战斗力何止翻倍 其等贤打不过是可以跑的 但他不敢跑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应对 果然还是不敌 然后 他被击倒在地 其不语对着他一顿猛踩 当初其等贤也是这么踩贪狼的 只能说 出来混 总归是要还的 你们看 我已经让老七教训他了 他以后肯定是不敢再去沾花惹草了的 放心 赵思青站在顶层的玻璃窗前 对着身旁的人说道 其不语把其等贤狠狠修理了一顿 然后心满意足地拍了拍双手 觉得很是舒坦 整个人都通透了 其等贤不由哀声叹气 势风不鼓 居然当街打人 实在残暴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有心收拾我 只不过已不是我的对手 其等贤对着其不语说道 其不语只是冷酷一笑 根本不带搭理他的 反正已经出了一口恶气 报了被坑之仇 赵红秀也觉得很舒坦 早看其等贤这次不爽 却苦于已不是对手 今天与其不语联手 算是顺心意了 其等贤站起身来 一抖身体 抖掉身上的尘土 然后揉着自己被打痛的地方 楼上的人看着他挨揍 心里便也觉得略微通透 赵思青接下来要做什么思想工作 便也容易了许多 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都害怕赵思青的原因 他总能够用一件简单的事情 去达成自己多样的目的 反正其等贤皮糙肉厚 又打不死他 而且 自己也是为他擦屁股多次 早有怒火 这也正好发泄一下 果然 在有了儿媳妇之后 其大主教已不再是赵思青唯一的宝贝了 第2354章 如果 在像是集团一主之后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牵动到了魔都这个大都市当中来 帝都各方豪强 也都纷纷降临到了魔都 由于赵思青选择按兵不动 以及一些资金调度的问题 行道集团再未暴露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赵派自然是谈官相庆 觉得胜利在望 既然干掉了对方的经济基础 那自然也就有能力 推倒上层建筑了 唯有赵玄黄明白 对方只不过是在隐忍罢了 等待着所有人觉得胜举已定 并且 这里聚焦更多目光的时候 将地雷轰然引爆 那必然是摧枯拉朽 排山倒海的一击 是否能挡住 他心中也没有底 齐步雨已经现身了 从米国而来 那个叫李云婉的女孩子 是跟着他来的 李云婉这些年 在华国突然消失 显然便是去了米国 在默默操控着 那埋伏许久的后手 细看向市集团 这些年的一些决策 赵玄黄也是发现了 极为不可思议的问题 就好像 像东秦故意在败家一样 而那些钱 竟都被几家离岸公司给卷走 单从账面上来看 输送到米国去的资金 怕是有五百多亿了 赵玄黄 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 上次向市集团 便是凭借五百亿米金翻盘的 而这一次又有五百亿 这可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但这一次的利益集团 拿出来的钱 远比上一次 徐氏集团所纠集起来的资金 要庞大的多 五百亿就未必够用 可对方准备了这么久 真的只有这五百亿吗 像是集团存在很大的问题 像是一个空壳子 我们接管过来之后 想要正常运营 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 赵明律出现在了赵玄黄的面前 将一堆资料 直接砸在了桌面上 赵玄黄喃喃着道 果然被掏空了 这个像东晴 难怪能被齐家的人给镶上 果然不简单 赵明律皱了皱眉 到现在可不是称赞别人的时候 大哥你得拿出办法来了 赵玄黄倒让玄明南下吧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赵明律不有苦笑 倒看来 只有这一步可走 赵玄黄点了点头 我们都中计了 像东晴和赵思青的这番操作 恐怕连副派的人 都被他们给瞒着 我们这一脚踏过去 已是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天坑 赵明律倒是不是在等等 我们可以保证 雪国那些寡头的资金 绝对一分都进不来的 雪国面临如此情形 新联邦又是草创 没有人会有多余的资金进来 这个本就不用担心 赵玄黄摆了摆手 说道 赵明律倒到我们输定了 赵玄黄倒输定了 赵明律倒所以 只能让玄明出手了 赵玄黄点了点头 而且 就算他赢了 这场变革 我们也已经阻止不了了 此次进坑 会让我们的经济基础被动摇 难以再将各方各派 牢牢绑定在一起 而且 你也看到了那汹涌的民意 如果我们写拼到底 经济层面发生动乱 后果会是非常可怕的 赵明律抿着自己的嘴唇 半嗓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富派已经赢得了人心 现在要求稳的 反而是我们 赵玄黄轻轻叹息 将桌面上的文件拾起 而且 陆湛龙的事情 最近又被翻了出来 武镜中的反戈一击 已让我们陷入了极度之被动 赵明律问道 玄明如果败了呢 赵玄黄说道 那就是树倒狐孙散 各家都会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定利益 而让出更多的利益来 被迫接受这场变革 我们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也不得不承认 齐等贤这个外甥已成为了一种标志 尤其是他这次出海运营大公堂 更让他得到了海外世界的华人们的广泛认可 不论以何种方式将他打倒 我们都会得到振奋 获得短暂的凝聚力 从而有更多的资格去与富派谈判 但反之 我们就必须去面对大厦倾倒的恶劣局势 赵明律不有点了点头 说到最坏的结果是怎样呢 赵玄黄平静到我当然会死 因为赵家这些年来的策略 都是从我这里给出的 更何况 陆战龙这个人 也是我逼死的 这引起了一系列很不好的连锁反应 齐等贤是富派的标志 我也是赵家的标志 需要有一个足够重量级的人 来为很多很多的事情而承担 赵明律道 但没有人能承担得了这么多的事情 赵玄黄道所以我说最坏的结果 便是我会死 赵明律道 那我呢 赵玄黄道你会过上赵思青之前那种被软禁一样的生活 如果你真的能看得开 那么 不会有什么事 赵明律道 但我渴望权力 让我变成一个普通人 跟杀了 我没什么区别 赵玄黄平静地看着他 到那你就要做好因此而死的准备 也要做好赵家所有人都因你而面临牢狱之灾的准备 赵明律道 我活着还有机会吗 赵玄黄笑了笑 说道 没有 赵明律陷入了沉默 其实 需要雪之前 未尝没有看出一点端倪 因为 最了解向东秦的人 必然是他的敌人 赵玄黄道 是吗 赵明律惊讶地问道 是 但可惜 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尊重 这才导致了彼此之间的离心离德 赵玄黄缓缓道着 赵明律皱了皱眉 赵玄黄继续道 我们其实犯了很大的错 赵明律问道 哪里错了 赵玄黄道 我们过于仰仗权力 而产生了一种膨胀自大的心理 太过高高在上帝去俯视一些人和事 甚至觉得 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可实际上 那些微不足道的事 便是动摇我们根基的存在 赵明律对此无法反驳 甚至觉得他说得很对 但你现在 似乎没什么懊恼的 赵明律说道 因为懊恼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赵玄黄回应 然后往后靠了靠 而且 我现在也没心情去懊恼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接二连三的大事 就要接踵而至了 他们的后手也要启动了 赵明律转身往外走去 到我去把玄冥叫来 我看你会不及得了 然后对你 你不及得了 你不及得了